我们看一下界面 第一个参数是能量的意思 然后我们把它点红色的 按这个按钮是减少 上面是增加 然后第二个参数是频率 频率就是出光的快慢 可以增加或者减少 当你出光需要快速的时候就可以加大 然后我们的光弯直径 是在手锯上调节 我们需要拉动它 红色的这个位置 往向前拉动 然后旋转这样子 它是根据色斑的面积调节的 这样的 下边是一个光头的切换 1064是作用在真皮层 去除黑色蓝色色素的 532是作用在表皮层 去除红色棕色色素的 就随便在它脸上扫射就好了是吗 主持人看那一会儿的按 然后看在脸上全面扫射 就是那一块就这样来回的 弄就好了对不对 你要正确客人的那个啊 它哪里有暗沉的 正确那地方去弄 3128 12 1 5 9 2 4 7